可能跟这个政治和战术考量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前边特朗普政府跟我们打贸易战 那么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间 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 是不是 大家发现没有 所有的危机 不管是银河号事件 还是炸大使馆 还是撞了飞机 所有事情 全部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两个月之内搞定 什么原因 这儿我抛出一个可能又要是暴论了 就是因为咱们上边有人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 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 时间关系我这都不多展开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张市长我看这个讲得非常好 都是讲故事 所以我也讲个故事 那么可惜这故事今天全网直播 是吧 据说百万人在看 所以我得掌握一下这个度 这不能把人给卖了 好 那么其实就是说 说得白了点 其实就过去30年 过去40年 我们在美国的 利用它权势核心圈 是不是 我前面讲过 华尔街在1970年代开始 对美国 它的内政外交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有路径依赖 但问题是08年之后 华尔街的地位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16年之后 华尔街搞不定特朗普 为什么 很尴尬 特朗普以前对华尔街 有过一次软性违约 所以双方有矛盾 当然这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中美贸易战过程中 他们也试图帮忙 据我所知 美方的朋友跟我讲 试图帮忙 但是利有不歹 但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 拜登上台了 传统的精英 政治精英 建制派 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大家看到吧 拜登的儿子 被特朗普说 你在全球有基金公司 发现没有 谁帮他建的基金公司啊 明白吗 这里边都有买卖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以恰当的方式 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 表达一个善意 我个人理解 当然这个受限于 我的专业基础 是吧 我们是从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事 那么我认为 有他的战术和政治的价值 在里面 那 炙热的 都 我认为